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 即使俄罗斯不得不减产 也不会向对俄实施限价的国家 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 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针对西方对俄海运出口原油 实施价格上限的做法 俄方的态度没有改变 哪怕俄罗斯不得不减产 也不会向对俄实施限价的国家 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 他还指责西方的这一做法 是野蛮干涉市场 违背了世贸组织制定的所有规则 他表示 俄罗斯正在制定反制措施 因为西方的限价 会进一步危害全球能源市场稳定 诺瓦克11月底表示 俄将采取两手反制措施 一是调整俄能源出口方向 二是减产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表示 俄罗斯不会接受西方提出的油价上限 俄方正在评估当下的情况 并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 俄罗斯将继续为其原油寻找买家 俄罗斯国家杜马 也就是议会下院 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阿列克谢切帕3号表示 俄罗斯只会以对其有利的条件出售石油 七国集团的操纵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 而美国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另有多名俄方官员警告称 对俄罗斯能源实施限价 将引发石油需求激增 供应链中断 以及全球燃料价格飞速上涨 也会危害欧盟自身能源安全 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和沙特的 第三大原油生产国 负责供应全球约10.5%的原油需求 目前俄罗斯日均产量为1100万桶 其中原油每日出口量约为500万桶 石油衍生品则为280万桶 赞解 及三光一路 稳围